你好 各位觀眾我是黃明明 歡迎收看今天三月二十二號公視晚間新聞 首相告訴您 義男可能有更多機會不必當兵了 因為在一百零三年底實施募兵制之後 將有多達十四萬名義男 因為軍營客滿而塞車 內政部正在規劃修改體位標準以及各項規定 減少需要服兵役的人數 或者讓各機關擴大禁用替代役 最快在今年底之前可以完成修法 莫明治將在民國一百零三年底之前上路 立法院國防委員會上午邀請相關單位 進行專案報告 內政部坦言由於替代役需求人數有限 民國一百零三年與一百零四年 都有超過七萬名超額義男 等待服替代役 內政部正在思考如何擴充預算 增加替代役名額或放寬義男體位區分標準 與補充兵適用範圍 減少義男人數 好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內政部自己 大概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會跟國防部一起來研究 從一百零三年達到高峰期以後 這個問題會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在尋求修正相關法律規定 放寬或者是送綁法律相關的規定 來解決這個問題 為吸引優秀人才重軍 國防部規劃自用於士兵的起薪 將以最低工資兩倍為目標 以目前標準來說 未來自願於士兵起薪三萬七千五百六十元 比目前的兩萬九千六百二十五元 多了將近八千元 不過國防部長高華駐坦言 預算能否通過 還要看行政院是否支持 報告委員 基本工資是一個浮動的 它說不定還會變高 那未來如果浮動的話 我們就是跟著調高是不是 我們希望爭取到 因為只有合理的預算 才會爭取到優秀的人才 另外因應募兵制實施 退府沛也提出配套措施 希望爭取放寬服役四年以上的退出 一官兵 有參加特考的應考資格 讓他們有轉任公職的機會 記者 張雄 張子佳 特別報導